哈喽 非常感恩 关心我的朋友 再次的见面 聆听我的分享 给我支持 按赞 老师好 China的超马家人以及俊南美女们 大家好 非常开心 分享趋吉卡时间 因为今天的日子很特别 即将要去 美国拉斯维加斯 与亲爱的导师见面 所以今天特别的早 今天所抽到的 卡在设四张 太阳卡的部分 自我保佑 当你能量场 充足饱满 你就不会感到内心匮乏 有充沛的能量场 到哪都自在 传统的宗教观念是要 朝圣 拜拜 祈求 保佑 我们每天做心法 如法 精进 自己就可以保佑自己 太阳圣的导师 能接触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是非常的难得 但是要能够如法实修是看自己要不要 所有的 命运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去 保护自己改变自己 所谓的 正量充足 圆满自在正气墙 就是 天地正气 可以克群魔 可以克群魔 自己的能量场 就像 宇宙当中 相对应的一个 能量 自己要很清楚自己是处于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人的能量场不足的时候就像空壳 如果第三方不遵守天地的规律 类似灵界的流氓 强盗不管天律就直接入侵人类 而且行为不断脱续偏差 越来越令人无法容忍 这往往就是魔附身 所以 自己的能量场要保持充足 就是要借助 每天的时修时练 以太阳 攻攻 连结 这样子正气才会足 第二张卡 抽到的是 灵魂疗愈 没有感恩的激发就没有真正的爱 越懂得感恩的美好 就越能体会 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爱 进而产生共鸣 甚至与天地相连 这对灵命的提升有所注意 当感恩的频率 以波幅调整到最大 灵魂就来 就在那一刹那 就已经被疗愈的 太阳圣德导师 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是在做自己的灵魂疗愈 所谓的灵魂疗愈也另外一个 就是 修行 那修行除了 要调整自己的习气之外 要借助 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密码呢 也就是 超级生命密码所谈的 感恩与爱 但感恩与爱不是口号 而是在分分秒秒之间 一直在发射这个念头 所以 这要透过很多的 练习 而且 每天的实修实练课程的 基本功 自己有没有去做 地址规有没有去读 找自己的习性 彻底改变 越懂的感恩 宇宙的爱 等等的 所有 天地的安排 自然而然就能够与天地相连 这是一种 只能言语 只能意会不能言语的境界 所以 在这当中 就看自己 如何去把握 因为 生命 分分秒秒 不断的流过 到底自己累积了什么 要自己 生生世世更好吗 这就是看自己的抉择 第三张卡 抽到的是 改变 才能胜出 千万不能认定自己 一辈子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改变习气 那就注定不得人缘 穷则变变则通 当遇到瓶颈需要突破时 你就必须硬着头皮自我磨练 太阳圣的导师 所谓的 改变习气 这个是 自己对自己的 一个挑战 不要认为没办法改变 这样子 在红尘镜当中 就没办法圆满 所以遇到瓶颈的时候 就必须 像作业务般的一样去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的习性 隔除掉 当于 实修实练当中 也就是 如何圆满红尘镜 让自己的 各方面更圆满 这才是真的实修实练 超级生命密码讲的就是 结果论 看自己的 印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在在 很扎实的一个 理论 实验 完全是科学 没有玄学 怪乱神 第四章 抽到的是 学习 内外 融合 智慧 智慧剧组除了包括心态各方面的调整 还要具备基本常识 知识 及认知等等的素养 这些内在的智慧搭配外在的风采 才能让你左右逢源 这里提到的就是 平常的基本知识 还有认知 等等的素养 要透过学习 以地址规里面 蔡里希老师讲的很多 行著作物之间 我们该当如何学习 圣贤之道 找出自己的不良之处 就是要改变 要学习好的 观念要打通 所以每天的落实地址规相当的重要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自然而然就左右逢源 今天走抽到的四张卡 也是告诉自己 一定要在 圣凡双修当中 弄到一个平衡 而不是只光做的学 没有去展现出 超码 真正的一个 实修实练出来的红尘镜 当红尘镜非常好的时候 相对的自然而然 别人就会靠过来了 所以方向要搞清楚 给自己一个 提示 在 基本步骤123 每天的实验课程当中 反求足己 一切就是反求足己 感恩大家的聆听 即将过年来到 今天天气很冷 也要保温 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祝福大家 明天见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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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